他看《羽神同行》 竟為這次與女子大打出手 到了戲院看賣座電影 《羽神同行》正在緊張時 被後座觀眾踢一背 真是掃興 台北市一名黃姓男子 去年跨年夜 帶小孩去喜滿客金黃影城 看熱門強騙《羽神同行》 片子開始後 小韓反應 沒有人踢一背 他跟小孩換座位後 他發現後座孽姓女子 一直踢他椅背 黃藍很生氣 抓起手上的水杯往後一波 孽女尖叫 手上的咖杯也潑到黃藍頭上 雙方在影廳爭吵 過程中黃藍還抓傷孽女手臂 後來被其他觀眾虛出場 雙方離場後報警 黃藍表示 他本來只是想倒水 希望孽女不要再踢的 但孽女有人證稱 黃藍當時還抓孽女的手往前拉 但黃藍說只是推開他 檢察官看了孽女的傷勢後 認為不是單純推開造成的 將黃藍因傷害罪起訴 動物新聞台北報導 黃藍因傷害罪起訴 黃藍因傷害罪起訴